洛杉矶县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长雷希 昨天来到了位于柔斯密室的邓宏律师事务所与华人媒体见面 表示他将会于明年的6月竞选连任 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华裔民众的支持 见面会里面还有多位的华裔民选官员也到场支持 雷希表示在上一届竞选过程中 他得到了洛杉矶华裔选民的大力支持 使他顺利当选洛杉检察官办公室首位女女检察长 一晃四年任期即将届满 2016年6月他将面临竞选连任的二次挑战 为此他特别深入华人社区败票 希望透过华人媒体的宣传 得到华裔选民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 我们有很多人做高科技罪 实贡献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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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犯 性格犯 性格犯 家庭犯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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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其他部份领域 有多数多人 我只想告诉你们 我非常感恩兴奋 来自如鲁府省公司 我是一纽兴地区 来自如鲁牧地区 我非常感恩兴奋 你们都都能允访你今天 我考虑向你帮助来做新门主席 中日生任期 雷希表示 随着越来越多的华裔移民来到美国 他也会聘请更多可以讲中文的检察官 只要符合资格 他办公室的大门向任何族裔人士敞开 邓宏介绍说 雷希和华人社区关系非常紧密 每年都会参加亚裔青少年中心的年会 和希莱斯的岁末法会 因此他非常了解华人的心理需求 邓宏呼吁华人社区的广大选民 再一次支持雷希 并预祝他在明年6月的竞选连任过程中 马到成功 他懂得我们华人心里面的需要 在mental health的好精神病患部分 我们华人四分之一的案子都牵涉到精神病 这方面 Jackie雷希的话 他办公室就是针对新移民的这种精神压力 以治病的方法来替代治罪 这个方法来怎么样子来处理新移民的犯罪问题 这点的话我们也社区也是得到很多支持 在上一届任期期间 雷希在与其同事的共同努力下 落线拨款300万元 用于那些有精神疾病的嫌犯 在他们被起诉前 先进行精神治疗 从而让他们能重返社会 而不是反复地从监狱里进进出出 这不但让检查系统更加高效 也节省更多纳税人的钱 天下卫视记者孟子文采谋报道 án中文采谋报道